應該演習當中就會讓你很清楚 我們住的這號的房間 就是要走這一道的出口 到時候才不會有擁擠 那同樣的 因為這一次我們在這個商場當中 是有大日他們來整體來營運 那是不是消防局在這裡 也要要求這個公司 他們必須在要萬一發生 任何事情的時候 要疏散的時候 那怎麼樣來教導民眾疏散 有這麼多的逃生口 還是大家都擠在一起 還是有專門人員來處置這些疏散 疏散這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請消防局 來跟我們做一個報告 那另外我們看到最頂樓的PU跑道 那我們到了上面的時候 知道上面現在目前還是沒有完工 但是我有一個建議 我們知道最上層 那個特別是在中山路和信義路 這一個面這個轉角地方是view最漂亮的 可以看到基隆港最多的地方 那你好了 我們你那裡做一個PU跑道 又說上面可以有人去運動 那到時候來看這些夜景的人和這個跑這個來運動的人是不是會衝突呢 那是不是在這裡要建議我們市政府是不是你們乾脆上面就不要去做運動 我覺得在市中心運動也很奇怪的啦 為什麼當初設計是這樣子 但是雖然做好 但是我們知道上面的功能 好像運動也不是那樣來的優質 我覺得上面應該是看我們基隆港一個很好的一個點 那到時候人一多了又跟運動人又有衝突 到時候我們是不是又要去收這個尾巴 在這裡跟你們做一個建議 是不是你們去研究一下 以上的報告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何淑平何議員 曾紀元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 謝謝議長 在這裡我總共有三點的建議 我是針對這個循環站後車停改善的部分 因為有很多的這個搭公車族的 無論是上班族或者是長者有跟服務處來建議 就是二性循環站的那個路原室的設置 在這個我們這個說明的第七頁那邊 這裡很清楚的有顯示就是紅色部分跟黃色部分 這個地方就是長者常常踏空 我今天也有到現場去看過 因為因為有很多長者一下車 不曉得有那個紅色的那個階梯 所以說他一下來就一個囊艙 他整個就趴在那個整個的那個循環站那邊 所以說本席在這邊建議 就是請我們這個我們公車處在路原室的設置方面 還要在這個嚴加的來設計 讓這個我們這個搭乘的這個市民朋友能夠安全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我想請這個公車處 這個在對於這個公車到站的時間 跟那個我們那個LED顯示要有一致性 因為有很多人都跟本席反應就是說 有時候他看到那個說到站時間 還有五分鐘 其實那輛車已經走了 我相信可能這個時間可能都會有誤差 那我想請公車處能夠隨時做好校正的工作 不要讓這個市民朋友在那邊空等 讓這個到站時間跟這個顯示時間能夠一致 這是第二點建議 那第三點建議就是說 因為本席是自行前往的 所以說我今天是走地下道過去 我想建議我們市政府社會處跟警察局部分 能夠去看一下我們那裡有一個遊民在那邊睡覺 那今天晚上可能會低溫 他在那邊只蓋了一條薄薄的一個毯子 那我希望就是說能夠看他是不是要介入關心 來給他妥善的處置 我相信這個我們東岸停車場 這麼美容美奮的一個賣場在那邊 我相信也不要讓人家為之來詬病 說我們這個只有一個關心 這個漂亮的建築物這個開幕 而不去關心我們一些弱勢的一個街友 所以說請我們社會處跟我們警察局 趕快介入去關心一下我們的那個街友 謝謝 以上三點建議 謝謝 好 我們先請曾經言 曾議員 謝謝議長 我想我們今天早上去會看 現看那個我們東岸停車場 我在這邊有一個疑點 疑點一個建議 那疑點就是 既然我們東岸停車場 整個逃生的路段 逃生的那個踢口都沒有完成 那為什麼在春節的時候 來匆忙來開幕 那如果在春節時間 如果發生重大的災難的時候 那怎麼去疏散這些市民 那這一點待會要請市政府來說明一下 那一個建議就是 在我們每個逃生的踢口的時候 我都發現一件事情 我有大概有問一下現場的工作人員 我問他說是不是有24小時的監控室 他跟我講有 那我是希望說我們交旅處 能夠建議廠商在每一個逃生口 逃生口的地方 再建設建制一下那個監視系統 以防止自然的死角 那以上是我的建議 好 針對我們六位 我們藍敏黃藍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針對今天早上的考察 我有三點建議 第一個就是我發現了 這個動線的標示牌明顯不足 譬如說廁所的指示方向牌 不容易發現 再來就是四個角落都有所謂的逃生方向 這個告示牌也應該很明確 這個是經營商場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我也發現 十二鍋前面已經在滴水 這點希望是政府要提醒廠商 剛開沒而已就在滴水 十二鍋餐廳前面就有一攤積水 我有拍照片 這個希望你們提醒廠商 我們剛開沒就滴水 你看看 現在就有一個點會漏水 表示將來會有很多地方漏水 滴水的問題很嚴重 那另外就是說 我未來是希望說 它整棟大樓的顏色 可能要修正一下 我建議可以用藍白的去顯結 你看現在大樓我們今天去看 白色漆起來很漂亮 可是在漆龍很容易髒 現在已經有很多地方 已經有那個污垢 所以說這間手衝 那次你還能要要求他 一年要粉刷一次 倒不如未來 顏色上去做個修正 我覺得像地中還是那種 藍白相間的會比較好 你純白的 像外觀很容易髒 這個就影響整個視界景觀 這是第二個建議 第三個 夜間照明明顯不足 那我也希望說廠商能擴大投資 外牆的部分 你看很多商業大樓 很多大品牌 我是覺得他們可以外牆出租 譬如說LV 你就可以來這裡做工庫 整個他就給你弄得很漂亮啊 而且晚上就是一個亮點 這是我的建議 對手衝來講 它也是裁員收入啊 這麼大一個外牆 200LED燈很沒力的 那第三點建議啊 我想我們都肯定啊 東岸的轉型 算是成功了 那基隆啊 就是要多開發這種商場 這點建議 多利用公有土地 那我在這邊就要跟市長 這個鄭重的建議一下 公車修理廠 就可以比到這個模式 很快很成功 對基隆啊 你看看 由廠商就來投資 我們有租金收入 我們可以增加就業機會 還有增加稅收 這是最好的建議 以上三點建議 謝謝 我們是韓良傑韓議員 謝謝議長 剛才本來我是 早上沒有這個時間來看 但是我聽到 我們曾議員提到 逃生設施未增完善 就貿然去使用 這個部分來說 變成有點感覺像 周光可以放火 百姓不能點燈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希望我們督發單位 嚴格針對這個部分去探討 該處罰就處罰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這個部分 可以說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本席也看到五天火災電梯的問題 而且我也看到了電梯就又來這一招 這個等於檢查的年限又過期 然後本席針對新額路也提出來過 成功市場的電梯也提出來過 這是第三次 本席製造的第三次 公開製造的第三次 這是不該犯的錯誤 因為我們檢查時間過後 然後如果發生的問題誰來負責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應該責成 我們市政府應該有一個所謂的專業的單位 針對我們電梯檢查 或者是我們消防設施的安全的 有沒有過期 滅火器有沒有過期等等 應該要特別去慎重了解 慎重了解 第三個部分來說 本席在在的提出我們循環站的安全問題 我們循環站它的路源時本來過高 我們路源時為什麼會提高呢 因為我們為了東岸的高層的配合 所以我們整個循環站後來有整個改建的計劃 整個改建計劃完全就是為了一個高層的配合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改善的之前 應該要給民眾一個舒逸安全的環境 所以當初本席提出來 我們只有這個椅子只有20公分高 後來我們把它墊了一層 墊了一層呢 現在我們看到還是墊著一層在那裡 這個是有礙觀瞻 本來是權宜措施可以接受 權宜措施可以接受 權宜措施不能接受說 三五個月後還是權宜措施吧 第二個部分來說 路源時本席呢 當初提出鏈是過高 老人家跨的時候會跌倒 現在我們加了一層 本來呢 加了一層我也是認為是權宜措施嘛 也該接受 就接受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結果是用油漆漆上去 下雨天反而更滑 反而更滑 我接到不下實踐 就之前前前後後不下實踐跌倒的案件 那我曾經也要他們說 哎可以 你們可以提出國培 結果我到現在我沒有接到過 好 沒有接到過 但是呢 本席希望呢 我們下面那一層鋪面 用紅色的是表示說色差 色差會讓民眾可以注意到說 哎 我跨的時候知道有了兩層 但是色差的情況之下 不要用油漆 鋪面可以用防滑鋪面嘛 怎麼會那麼急就張 而且非常粗躁的想法 非常粗躁的思維 在我們來說 不要說我們是專業的 我們是一般百姓也知道 油漆漆上去以後 如果遇到下雨 那是非常滑 摩擦係數非常低的狀況 大家要跌倒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本席希望 假如你們三個月內有改善計劃的話 那就照現況去做 現況去做的話 第一個 這個不好看也急就張嘛 認了 但是呢 目前做一個方式還可以 但是呢 我們鹿岩石過高改善的狀況中間 那個鋪面 紅色油漆那個鋪面 一定要把它改善掉 用防滑的鋪面去處理 防滑鋪面處理 色差仍然要有 而且色差對比應該要更明確 你紅的跟灰色來說 色差對比不明確 不明確難免會大家會誤會成還是一階 當你色差對比的顏色很強烈的時候 他就會知道是兩階 兩階的情況之下就 剛才本會同學也提出來 踏空啊 或者是碰撞的狀況就可以降低 這我們純粹為了百姓的安全 所以呢 本習也提出三點 第一點呢 就是希望 我們逃生指示裝備 逃生設備 消防局一定要把它務必的了解清楚 如果沒有完成 重罰 重罰 第二個來說 我們的循環站的部分 也要特別注意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有看到一個懸備的一個突出物 突出物來說 結構機式的認證 然後呢 這個隨時應該是要長期 嚴密的監控控管的狀況 否則懸備的話 地震的話 我們知道 我們發生地震 有齊肉的防止 為什麼會比較容易 容易這個勤擋的狀況 這都要特別去注意它 一定要計算清楚 讓整個安全系數呢 可以在本市的一個算地標的地方 不要發生說有危險的狀況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呂美玲 呂元 主席 大家好 東岸一看下來 因為我們也會有事先去看 所以呢 今天呢 其實發現的問題還不只這樣子而已 我記得曾經就有人講 我們基隆啊 在前一陣子曾經啊 大家都買舊房子 買了舊房子以後 大家就把它油漆粉刷 油漆粉刷以後呢 然後整理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差不多兩百萬買的 你這樣整理一下 你大概可以兩百八賣出去 你就是賺那個差價 所以那時候當初非常多人買 然後呢 買賣仲介呢 他們通常就保固一年 保固一年的理由就是說 反正你在這一年之內發生什麼事情 你都可以來找我 結果呢 一年以後 那個事情都出來了 為什麼 就是漏水的漏水啊 漏漆的漏漆啊 還有哪一個地方啊 不完整的不完整 這個就是代表就是說 我是投資客 但是呢 我不是長久在這邊 所以我所使用的東西都是非常差的 但是表面就光鮮亮麗 那從這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東岸停車場 現在這個地方是不是也類似這樣 我們看到 你冰箱可以用二手的 所以火災了 你電梯老舊不更換 所以卡卡了 好 那個照明呢 這個是最基本的 你也不完善 逃生呢 更是重要的 你也不理他 也不完整 然後呢 你銜接雄環站 我上一次我就有質詢嘛 我說跌倒了非常多 高低落差的地方 也沒有去給它改善 然後你說你用色差是用油漆來分開 結果呢 你這個油漆還不是止滑的油漆 這個是非常重要 你只要在地面 就像我們交通標示 標線一樣嘛 那個標線一定都是要止滑的油漆嘛 你怎麼可以用不是止滑的 那這樣子零零種種看下來 還包括你這個欄杆 你這樣的欄杆 很多人如果是有聚高症的 他說看了都會怕 那如果有小朋友在那邊推推 推啊 拉扯的話 也有可能不小心跌下來 這個地方你這樣整個看起來 這是一個非常了效的地方 也就是呢 我只是想說我就一年 我大概就是一年嘛 因為我不看好嘛 所以我大概就是用一年 如果說一年我賺了錢 我才改 如果一年不賺了錢 反正我這些都是二手的 反正呢 我這些呢 都是最差的東西 我只是表面這樣子漆漆 就感覺好像光鮮亮麗 實際上 那裡面都是棉絮 裡面都是最不值錢的 甚至呢 我可能用木板給它隔著 我裡面髒亂的東西 我裡面漏水的地方呢 我用一個木板把它貼起來 然後我粉刷一下 就漂亮了 看不到了 但是那一年以後全部都出來 所以在這邊呢 我是希望市政府 是不是能夠更徹底的去看 看他們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真的達到這個標準 達到安全 達到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去看以後 我們發覺 包括那個跑道 就有人跟我講 他說那跑道再怎麼樣 你不標準 哪有那個跑道 就一層皮而已 他覺得那個跑道是臨時鋪上去的 不太可能像說我就是希望有人在那邊跑步 他說那簡直是很荒謬 所以在這邊是不是我們交理處 自然你是一個主管的單位 是不是要求我們的廠商 看他們是不是真的看好 這個區塊 真的可以賺錢 如果可以賺錢 你應該投資 應該要多一點嘛 你哪裡用那種投資客 一年就給他趕快賺了錢 就走了的那個樣子 是不是 因為我們這個有轉成包嘛 是不是我們這個大 那應該算是大盤拿了太多的錢 然後到二盤 然後再到小盤 小盤沒錢賺啊 他只好該粉刷的 該做的都是用最簡便的 然後他也不看好 所以就用這樣子 但是這個樣子呢 他對消費者的安全的保障 是完全沒有的 是完全沒有保障的 而且呢 如果真的發生了問題 你想想看 人不多 廠商賠錢 人多 消費者 安全堪率 那怎麼辦呢 所以在這邊呢 我還是希望 我們的這個焦慮處啊 是不是可以再看一下 重新檢驗一下 還有最重要最重要的 電線 水管的問題 電線跟水管 是不是全部都換型 更型 這個很重要 否則的話 你就像那個電線走火一樣 然後因為經過一次電線走火 應該全部都要把它檢查一下 我是期待說 因為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才能夠確保我們基隆的這個消費者 那因為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才可以繼續的吸引觀光客 否則啊 一些年輕人跟我講 沒有什麼看頭 他們去一次就不會來了 為什麼 吃的 要吃這麼貴的 他們就到台北去享受 那如果不吃這麼貴的 基隆廟口就有很好吃 還有其他的地方 吃的都比那邊好 那邊基卡 那邊還要棒 那如果你要享受的 如果非常高檔的 他們就乾脆到台北了 他為什麼要來基隆 所以真的要好好想想 要怎麼樣吸引消費者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還有 基本的消費人群 還是在於基隆本地人 所以那個安全一定要顧慮到 而且一定要做好 不要騙基隆人 因為基隆人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在這邊呢 以上是我的建議 那也希望交旅處 主管大會 能夠確實執行 謝謝 好 我們議員同僚 蘇仁和蘇議員 好 謝謝議長 我想大概也有一些問題 我先說明 舉一個例子 我們市政府在一年多前 那麼也招標了我們旗塗區的旗仙橋 那麼供期是兩年 兩年對我們旗塗區來講 是影響整個旗塗那條旗仙橋 幾乎是影響非常大 對於交通的衝擊 所以那時候 當然不敢說只有我 包括我們基礎區的民意代表 那麼也承受很大的壓力 所以一再的跟市政府的團隊一再要求 說希望能夠早日完工 不然最起碼 也要趕快通車 因為他的工期是兩年 如果要完工的話 那麼要到今年的六七月才完工 我想這個公務處長應該都知道 所以在我們集體催促 跟我們地方上的因應期盼之下 那麼就在榮麗過年前的前兩天 然後我就趕快來請他通車 但是不是完工 是通車 所以當時通車的時候 我們同仁都有去 也覺得非常高興 那麼不只說只有我們基礎區的市民 耳熟曾經 還有包括時常用那條路上下班 而且必須走那條路的這些市民 感覺到非常的高興 實際上沒有辦法而已 沒辦法相信 當天那天氣的當時 通車的當時大家也很開心 當時的市民非常的 都到現場去看 所以一件事情就是這樣來完成 那麼事務背負著說 他們的責任就是要趕快讓這條路來通車 能夠讓我們市民能夠得到一個行的安全 在這方面能夠快速的通車 那話講回來 那麼東岸停車場 我想東岸停車場這個大樓再改建成這個多目 因為東岸停車場它不是停車場用地 東岸是多目標的停車場用地 所以說現在可以蓋這樣 然後來有商業的這些促穿的成形 那這個是東岸停車場 東岸的這些是以促穿法來促穿 那麼促穿的話就是說促進 所以希望就請促進民間投資公共工程的投資這樣 所以叫促穿有這個法令 那麼促穿的話 那麼民間來投資 當然我們市政府有這個責務旁貸 現在要從很多家裡面擇一優秀的投資的 然後一個評選通過之後 然後再來投資 到現在就都過去了 投資啊投資 起路啊起 那麼我想我們議會 因為自從四五開始這個促穿法開始到現在目前今天為止 我們去看 我想最起碼討論跟線刊 我想最起碼有五次以上啦 通過五次以上啦 通過五次以上啦 這個是促穿 不是說我們每月給的這一個 現在這個承包業者收起租金 不是耶 促穿我們是收起全力金耶 我們是收起全力金 我一年我如果沒有寄透的話 你如果大概一年大概 一年大概可以跟這個商家拿五千萬吧 五千萬啦 五六千萬的全力金啦 那大概他投資 大概一兩億啦 應該是要跟兩億那樣 還是一億多 兩億多喔 期間五年啦 這個業者 每年要給我們市政府五千萬 甚至於說 有時候還賺錢的話 我們市政府還可以跟他分錢 行李如果好 我們還可以再給他分錢 還可以跟他分錢 所以這個叫做促穿啦 這個叫促穿 那麼折衣一個優秀的投資者投資下去之後 他現在開始營運 那麼我想也是我們市民營運期盤的一個重點啦 不過那間來放在那裡 我看好幾十年 一二十年 十幾年 放在黑黑暗暗 破破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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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 連停車的人也賣到這樣 婦女要下去停車也怕得要死 那現在全部因為經過促穿的條例之後 然後有業者來投資 那麼現在也該完成 這是我們都很期盼的一個事情啦 那現在已經開始了 我們是希望說能夠做得更好 所以我想認為說在這邊 打開的時候是這樣 一個市政上來 就好像說齊悟做這個事情 我們是應該要鼓勵他 這個主席進入 就好像林柚昌市長 之前我們以前市政滿一度市長電後 那麼林柚昌市政府團隊 林柚昌市府團隊起來的時候 那麼從十幾名然後一直進步 進步到第七名 今年變成第七名 我想我們是一位強力的監督 那麼當然也有原因 也有原因 所以市長你的第七名 你在那邊公園以外 我們議員的感動也有風就對了 我們議員的感動也有風 所以我選在這邊 我們都沒有關係 我們同仁所講的這些 就好像媳婦一樣 就好像議長你也當過人家媳婦 就好像我老婆 還有我們在座的各位女性朋友 我們都做過媳婦啦 齁 你會記得嗎 做媳婦的當時 剛才來的當時是怎樣 婦子喔 金金喔 欸 做媳婦的啊 婦子金金不要 婦子金金下皮 人媽媽 苦瓜皮尿尿 下皮 薯子金金喔 沒下皮 人媽媽 苦瓜 喊喊喊喊喊 下皮 人媽媽 就是這樣 所以我在這邊鼓勵我們師傅團隊 都沒關係啦 我們同仁所講的這些 無非就是要示好 市長你更好一點 我們其斷你練挑骨頭 沒有骨頭 你就一笑自知 萬一有一些小瑕疵 欸 那我們就改過嘛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是 應該都是在 就是在這一些 我們去看的這一些 逃生門也好 燈光設備也好 跑步設備也好 就像我們以前 當天開幕的時候 那麼我跟 私密 私議員跟 李剛理事長 我們就 祈禱我們就請理事長 我們去樓上繞一繞 他就跟我們講說 這個 這個四樓的跑道 還要再做一遍 那時候還沒有人走 我們就去走 李處長他就講說 這個步道不行 以後還承包上 還要重新再鋪一次 然後上面還要再加一個 什麼東西上去 然後 就很難吞在走就對了 那時候 李剛處長 老實說來就這麼說 想回來就說 就像我們七獨 我們七千巧是 趕快先通車 造福我們的市民 然後其他的工程 事務部會發的 當然慢慢的 後面 到六個時間 到六個時間 當然一切都要做 我們現在也是在 七千巧七路方面 也是在做周邊的 這些景觀設施 來究竟是一定會行通 同樣的道理 都跟停車場 我想大概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也一直要求他 上班 不管RTOT ROT 這些我們 奇怪 市長你不是說 去年六月就要啟用 十一月就要啟用 十二月就要啟用 十二月就要啟用 為什麼到現在 年底之前使用 那無謂不就是這些建造卡住嗎 使用執照卡住嗎 這些我們這些 一直要求要怎麼做 怎麼做 勢必要合法 要怎麼做 怎麼做 這樣來卡住嘛 所以會比較慢一點 那現在既然已經做了 那麼我們就今天去考察的地方 那就這些小瑕疵 這些方面 我想市府管理 必須要好好的來改進 這是個人以上的意見 好我們現在請 游翔要游議員 莊景田議員 然後陳東財議員 謝謝主席 其實喔 我們議員來監督市政府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我也記得以前 我們每次對市政府的評比 在市民的感受 我們每次都調查位 連續很多人都調查位 那樣子 我們新聞知道我們也一直沒 一直沒 所以現在 民進黨林若昌林日長這場的時候 台下黨也是一直沒 一直沒 但是沒有兩種 有種每年都沒進步 皮一皮啦 一種沒下去 隨隊最沒名 跳得第七名 所以沒好 沒真的有好 阿倫沒真的有好 平衡也真的有好 感動也真的有好 後天我都感動也沒有 其實這都一樣 都是一樣 所以我 你剛才提到很多缺失 我想 如果繼續 我們再把林若昌晴 檢查位 檢查位 每年他變第七名 挑第三名 變第四名 我沒跟你拼 一定有長足的進步 所以這也是一個可惜的地方 所以我是不是說 我們今天去看完之後 有很多這個問題 我們要建議 建立在屬於師匠來平衡 比如說 我們有人說說 我們的林若昌 太過激不安全 台南若昌 不是說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做 對不對 有一個建築技術的規制 來喊一下 來規定 你必須要多高 對不對 對 其實我知道的主要是說 你十六一下 你要美一 一米一 十六一中要一米 喔 可是今天 他的欄杆 沒有達到一米一的標準 當然這不對 這是違反 建築技術規則 對 我們要根據這個事實 來評論 比較有客觀的公信 水外觀 還有安全 這很難定義 很難定義 但是我們的球 我們的產條槓的旁邊有戶案 正常的使用 正常的使用 它都不會有危險 你如果牆壁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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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 不然你跌下去的話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如果收集樓也好 沙子也好 我們要欄杆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 能夠欣賞我們這麼漂亮的海景的一個地方 但我們只要符合它的基礎法規規則的高度 應該是OK的 譬如說你們要疑說 你這樣一米一太低 一米二太低 你要做到一米七 一米八 如果一米七一米八 以為我們脾氣升降的話 我們是關在鐵籠子裡面看風景的 那都要比人更高 有這樣子嗎 也不是這樣子吧 我們也有很多外景 有什麼所謂的這個空中步道 它的欄杆也是有一定的標準啊 也沒有說高到說 比人還高高很多 也不是這樣子啊 對吧 我們不能關在欄杆裡面看風景吧 所以我想我們是要回歸現實來談事情 回歸事實來談事情 第一點 第一點也不是說我一年久了 還是我搶錢 搶錢一組我搶錢搶的要走 對吧 我們欄杆是定五年耶 五年耶 還可以再續約耶 最多可以做到十年啊 這是一個中長企業投資啊 不是所謂什麼 所謂搶板線 那個是建立在不正確的一種假設上 不正確的議題 然後自己在不正確的議題 他們一直發揮 這是不對的啊 這不是不對的 這不叫做理性問政啊 這是不對的 對的 我們一定是五年啊 五年以後 這些財產都市政府的耶 你還要再續約 還有三年 還有兩年 還有三年嘛 所以第二點 第二點這個是處倉案 處倉案的本身 我們市政府 假方的話 我們是跟乙方 跟這個承判廠商大致 我們是跟他奠定契約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要跟乙方 在契約的時候 內容落好好的落實 保障事務的權益 保障廠商的權益 保障市民的權益 我們是你堅守這一塊 你顧這塊啊 顧這塊 至於這個乙方 這個大日 他去招商 什麼廠商進來 那個是秉方啊 這我們無權自助啦 我們無權自助 這個精神 處倉案的精神在這個地方 不是說我們吃方 說跟秉方去 說你這個要穿什麼 你這個要怎麼做 那不是我們的範圍裡面 那都不是我們企業的管銷範圍裡面 約束範圍裡面 所以說呢 他要做些人 做金多少 那他們兩個去評估 做自己去做一些投資的評估啊 乙方跟秉方去做投資的評估啊 乙方也是投資者啊 那他們去拼勾 所以我講一句 假如說 他的租金高夠於現在的水準 還有人用來租的話 是基隆的好事啊 大家看準基隆 是一個很好的投資的市場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角度去思考 比如說他第一樓那個net 他說他是我們全國 單層樓的面積最大的賣場 對不對 所以廠商有廠商的思考 在司機附近有兩家net 他現在已經說了給人 他化整為零這種大的 你要去注意 他對面就一間 因為對面的協定面有一間net 你是化整為零 提供更大更舒適的賣場 來吸引消費者 來吸引消費者 所以他們的策略 他們會去評估他們投資風險 這個區塊不用我們擔心 不用我們去擔心 我們只要擔心說 這個整個空間 第一個消費者去要舒適 要安全 我相信我們這一次 我們應該把關的是這一塊 所以我認為 我們對於現在的東岸廣場 它普遍的回想是好的 我們的東岸廣場 我們也會說 他現在來這裡設點 是不是會提供我們的職業機會 我今天特別去問他那個負責人 他跟我說 60%以上通通是基隆人 60%以上 你的員工 我們一般的常理 我們來想的是一樣 他在基隆投資 他用基隆人的話 他成本會比較低廉 成本會比較低廉 就像我們開一家工廠 我們希望我們工廠的地點 離原料生產地越近越好 越近越好 那個也降低成本 那到底是一貫的 到底是一貫的 所以說我們都不要去擔心這麼多 對不對 什麼叫做自由經濟 他就一直看不見的手在那邊調整 調整在最合理的 最合理的 所以說市長經濟就是這樣子 促倉法就是說 政府盡量提供公有的資源 來鼓勵人家來投資 投資的同時 除了創造我們的經濟繁榮 創造我們的地區繁榮 最主要還是造就了我們一些 就業機會 所以我們這是這種善的循環 至於我們在同學說 等一下那些缺點 那當然我希望我們這個 政府的相關單位 我們這個相關單位 比如交理工作等等 要去跟他講 說我們因為有這些的反應 你要好好去處理一下 對不對 所以我想整個正面的 都是正面的 而且禮拜六那天 禮拜五 禮拜六那天 那天天氣不太好 有很多 來我們經常去討 比如宜蘭這裡一段 百度 還是一段華心等等 在周邊投訴的一些旅客 他多了一個選擇 以前說 要去廟口 廟口要去廟口 現在說天天有一個新的廟口 你敢去哪 會怎麼走 五行天不是說 除了在地消費課以外呢 我相信有很多的 來嫁人去討人 包括坐船的來 坐遊覽車來的 通通有一個新的 一個消費的地方 這些錢上廠期都沒關係 稅金都中央休 對 因為稅是國稅 他不會直接增加我們基隆的稅 所以說不是 對不對 不會 不會 這我們都不用 營業稅真的是國稅 你這在台北不是國稅 你這在高雄不是國稅 對不對 我想我們應該認真這一點 讓基隆 如果這一場做得好的話 好 我想很多的投資者 很多的企業 已經不用嫁人 不是以前的基隆 他現在是個有機會 投資的基隆 他還會再來嘛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一場 應該我們要好好地去 除了監督以外 好好地去鼓勵市政府 好好地去做 好好地去衝 讓它變成以後 人家投資的一個標的 這個標竿 為什麼要這場就有賺錢了 不然我們再來做一場 謝謝 好 我們現在 請陳東財 陳議員 謝謝議長 我想有關這個 東岸停車場的這個 這個廠商 我們今天早上 同仁都有到現場看 這邊建議說 有些小瑕疵的話 市政府要趕快要求廠商 立即改進 那麼也有同仁在質疑說 這個建築物到底能不能耐震 我們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個醫師廳 為什麼要挑這麼高 對不對 他有經過建築物室的這種 這種簽證認證 然後建築物室的設計規劃 是鋼骨結構嘛 我們這個也是鋼骨結構啊 他那個也是 東漢也是鋼骨結構 所以應該建築物室都有 都有做一些 一些簽證認證 包括這個地基能不能承受 我想這個都有計算過 那天 剛好要過年前一天啊 我剛好早上騎腳踏車 經過那邊 冒煙出來 我當場看到 我也很緊張啊 結果有幾個人全部都出來 跑出來看 有的人就馬上打這個 1198萬 但是消防隊的消防車到了之後 那個自動排名就已經排出來 消防隊連灑水袋都沒有沒有拉 他的自動灑水設備就 就自動啟動 大概10分鐘 嚴重消失了 應該是這種 我在現場都看到 所以說是 裡面的一些設備 應該是OK的啦 我是認為說 後來是我 有人跟我講說 是冰箱電線著火 冰箱裡面是自燃 他的冰箱啊 不是裡面的線路著火 是這種情形 所以我當場是在那邊看到 所以我認為說 包括他的一些耐染的東西 你看看我們這些 這個自動部這篇報告裡面都有寫得很清楚啊 他的耐染都是 耐染等級都一小時防火之下 所以他的阻隔都應該是OK的 所以我是認為 包括他的營業 我們都不用去管他 我簡單寫一個例子 當初我們軍績的2088 包括中間軍績的2088這條路線 就有人就講說 這條路線 不用多久啦 一年就差不多再見了 收起來了 結果現在是 可以問一下我們交旅處 他的載客量多少 那邊應該都有報表 結果我去問了一下 這條2088公車路線啊 才增加六部車子啊 載客量太多了 巔峰時間的時候 他來不及賽啊 所以要叫這增加六部新的車子 所以這個道理很簡單 我們到時候問一下國稅局啊 他的發票開了多少 跑不掉了吧 營業有多少我們不管 這很簡單啊 也可以問啊 是不是 他一定要開發票啊 不能說你去消費上沒有開發票給你 所以我們是要鼓勵廠商 多鼓勵廠商 讓這些廠商有信心來基隆 看見說基隆說在進步 讓基隆有些廠商任意來投資 包括我們新區 包括我們新區那個太陽的土地啊 國具 為什麼要跑到基隆 來投資 全國最大的一個運動中心 我們基隆第一家 一定一年之內要完工 這是好事啊 然後還可以輸出 一百三十個就位機會 那天董事長來來開工的時候 他當場就宣布啊 媒體都都在報導啊 所以我們樂寬啊 其他的廠商 基隆有機會歡迎他們過來 來來投資我們基隆 讓基隆更進步 謝謝 我們休息五分鐘 喔 拍照 休息五分鐘 哈哈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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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 由我們張景田 我們張議員發言 然後楊秀逸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議長 好 我們現在 由我們張景田 我們張議員發言 商場的改建 商場的改建 應該算是成功的 但是 公共場所 市政府應該更落實去監督 因為 這個青春 他願意 我幫你做100坪 我拿50坪出來做公共空間 這是非常理想的 果然亮點也不錯 人差也有進來 可是一些事情 市政府必須要去特別注意 因為 早上去看了 蘇京五年 初期五年 他好像用五年來設計這個工程 外牆中竿 外表很堅強 練習很脆弱 你看看他的頭身口 通道 剛才說到的藍鋼 你不知道注意看藍鋼的材質 它是用黑梯子 已經有生鏽的現況 不能這麼好的地方 也已經把基人 打出一個地名堂出來 所以幾點 我是要覺得市政府 你要注意 第一個 我剛才說的 他的材質 應該要去了解 上面的火警 蝦翁宮也有去處罰 但是他的防火管理人 他有一個改善空間 是三個月 是不是可以縮短到三個月 三個月就好了 因為這人這麼多的出燥 但是他有條件 可以放到三個月 我的意思是說 像這種 應該要縮短 後來 他這個營業中所 過年拿到市場 這隻 如果我們老闆 一般拿到市場 跟要去高層 都要有三個月的時間 因為這個 裡面到這間 我相信三款 怎麼會拿到 因為 他拿到市場 這隻 要切糧 要工具 要膠金 頭部也要一個一個月 再來 如果我們拿到市場 三款拿到高層 之後 市場要大 要重複 應該也要兩三個月 所以青春這種效率 不錯 當然為了要讓 其人清 亮度更快 更亮 所以這樣做 是對的 但是我說的是 應該要把他 這個 管理業 存在嚴格 再來 他也要拿到工商鎮 地震 他就在營業 我們也是要給他采法 讓他有一個鏡 因為我才有法度 改善我的時間速度 不然你像這個都沒有 老闆的時候 應該這個規定 會想法也不一樣 同樣的待遇 不一樣的時間 所以我是覺得說 真的這幾點 青春 萬一來 導出他也是要學會 但是應該要有的條件 這種共用程式 不要用這種材質 我剛才說 應該大概五年 不夠 他怎麼不夠 應該他就壞掉了 我們家人 是一個工口 減水的地方 用黑梯去做 我今天又問問的人 一個問他們 裡面的原工 你對逃生口 有了解 他說也不知道 問一個 阿伯先生 他說我還不知道 所以請問這個 應該在管理上 要加強 跟他訓練 再來告示牌 要清清楚楚 自己發的 要自己發 因為我有問過 廣告有 也都有自己發過 消防也有自己發過 但是 營利事業 你怎麼不去發呢 不就 工商燈機 就在做 做 沒關係我給你發一次 他才會 沒關係我快去辦 這樣 這是我們市政府 感動有的地方 所以這幾點 我是覺得說 為了要先 這個安全問題 為了衝衝 可以順利 我們應該要很落實 很加強 把它牽涂跟管理 好 我們議員同仁 都發言完 楊秀玉 楊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我們今天上午的 這個市政考察 針對這個 我們的 東岸商場的這個 公安的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議會同仁 都可以說是相當的關心 我想這個公共安全 它的一個重要性 這是不容忽視的 就針對我們這一次 這個我們今天考察 這個東岸商場 我想我們市政府的 一個相關的 一個部門單位 我們做任何的一件事情 都要以人民的一個 身家安全 為第一考量 不是為了 劃眾取從 而為了 浩大喜功 便宜行事 那麼 抱著這個 我們絕對不能抱著 這個 所謂的這個 僥倖的心態 因為我們